請收看每日一字 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為您介紹的是個徹子 貫徹的徹 徹字的國語註音是徹 自聲徹 失惡徹 自聲徹 徹是周代的田父名稱 就是徵收農產品總量十分之一的復法 徹侯是秦漢時代的爵位名 共分二十幾 後來為了避免和漢武帝的名字徹相同 所以將徹侯改成通侯 以上徹字是做名詞用 其餘多當動詞使用 徹當動詞用做貫通講 如徹底是說所做的事開始後就能貫通到底 貫徹始終就是說做一件事能從頭到尾都一樣 徹頭徹尾是說從頭到尾 徹夜長談是通膠達膽的細談 徹物是說通徹覺悟等 這些都是從貫通的意義上引申出來的 徹骨是比喻深入到骨頭裡去 如不經一番寒徹骨 拿得梅花鋪鼻香 所以多用來形容對寒冷的感覺 或深度的憤恨 以及思念的情緒 徹又可當撥取講 如詩經有徹比喪度 是指把喪根撥取下來的意思 和徹字容易混淆的是這樣寫的徹字 國語註音也是徹 吃惡徹四生徹 徹是表示水很清 如成徹 徹底 右邊的徹底是指水清見底而言 以貫通到底講的左邊這個徹底 在意義上稍有不同 特別提供您運用時注意 徹也引申做明白或了解講 如動徹 如動徹透徹等 最後要提出來說明的 是徹字屬赤部 從玉從鋪 而玉字的上方是一橫 再加上兩筆的絲字 而不是四筆的雲字 所以在書寫的時候 請您特別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為您介紹到這兒了 謝謝您的收看 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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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